大家好,欢迎来到冷军说定 在非洲的某地,人们以务农为生,过着清贫的生活 刀根火中,仍然无力抵挡天灾的侵扰 又是干旱的一年,突然有人倒在田耿间 相对于落后的生产力,人们的思想更为贫瘠 他们缺乏良好的教育,迷信神秘 死去的人让人们更为坚信这一点 巫师们在坟墓前受无足道 13岁的小男孩亲眼目睹着这一切 与旁人不同,威廉尤其喜欢拆卸并研究电器 逐渐他慢慢精通于此 并经常修理别人的电器,挣些钱来补贴家用 家中除了父母,还有姐姐和新生的婴儿 人们远离发达的生活 对于威廉来说,一套新的校服便能让他如获新生 父母给他准备的校服让他开心机了 这表明,今年父亲或许能够拿出足够的钱来供他上学 他穿着新的校服,如同过年时我们穿上新的衣服 而上大学对于当地的人来说是最值得梦想的事情 这代表着他们能冲出贫穷的土地,去寻找更为幸福的生活 而威廉也无意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 学校开学,校长做了演讲 但天空突然下起雨来 在当地的学校里,付不了学费是无法上学的 父亲帮助威廉付了手机的钱款 老师告诉他,得尽快补齐学费 不然威廉将无法继续在学校学习 威廉渴望学习 他期待着父亲能够替他支付学费 这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是此时最大的梦想 夜晚,宽暗的房间里看不清书上的字体 而家里连没有灯都点不起 第二天,威廉和同学基尔伯特去往垃圾厂翻门运气 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威廉在这里发现了一条水泵 更让人恼怒的事情还在发生 村民为了眼前的利益 打算卖掉黄红的树木 父亲拒绝了 堂哥赌博输掉了很多钱 为了还签下的赌债 他第一个投了赞争票 他说,赌博没什么不对 老天常年不下雨 人们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场赌博 果然,浩浩荡荡的机械将树木拦腰解断 远处茂密的丛林纷纷倒下 威廉用打来的鸟换回进入当地俱乐部的入场圈 里面是当地年长线孩子的小心聚会 他们开着成年人的玩笑 但收音机却突然坏掉 威廉用几个煤电的电池并联在一起 并将收音机成功修好 少年们想起了为他欢呼的掌声 聚会结束后 孩子们冒着雨回家 而威廉却在雨中看到了科学老师贡达和姐姐在偷偷约会 为了惩罚贡达 他和小伙伴打算将他的自行车车胎掌揽 但威廉没能下去手 在这时 威廉却发现自行车上的车灯 原来车灯是自动发电 由安装在后台上的装置产生电量 威廉暗暗计下了 并返回了家里 父母仍然商讨着威廉学费的问题 但父亲却不想继续支付学费 他想要尽量将钱攒下 父亲的未雨绸缪不是没有道理 防洪的树林被砍发殆尽 而正逢遇上罕见的大雨 土地沦为一片泥沼 等阳光重新回来 他们要面对的却是迎面昂赖的干旱 土地上的庄稼已经全部死亡 如果有好的收成 他们便能支付威廉的学费 但姐姐的大学学费依然遥遥无期 贫穷使人们看不到希望 尽管父母希望两个孩子能冲破牢笼 面对干旱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威廉想起了垃圾站的水泵 尽管眼前有水泵 但威廉却没有能够发电的装置 为此 威廉找到了贡达老师 他询问老师发电装置的工作原理 老师向他解释了原理 随后带他进入图书馆里 并且 让威廉自己开始研究 有关直六发电的书籍 而威廉拿到的能源利用的那本书 这本书也彻底改变了威廉自己的命运 总统前来小镇上拉去选票 酋长此时站了出来 他看出了政府的腐败无能 他站在话筒前 宣扬着自己为人民生存滑战的宣言 但他却很快被请下了台 拉到一旁 酋长的儿子看到了被警卫殴打的父亲 他冲上前去解救父亲 而看到的卫兵突然铭起强身 人群坐鸟收散 酋长却被打得头破血流 没有人站在他们的身旁了 马上就是收获的季节 经过大汗和大浪 收成惨不忍睹 一家人看着粮食皱起眉头 距离下次收成 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而此时的政府 却不去承认小镇正面临荒灾 所有的事情都在预示着灾难的来临 气愤的父亲 去参加抗疫示威行动离开了家 而威廉也正经历着更大的成长 吸收了书中的指使 他的脑海中有了锋利发电的想法 图书馆的阿姨鼓励他去上老师的课 在课堂上 他被校长狠狠地批评 校长为了惩罚他 还不愿让他在本地区 任何一个学校中就读 威廉渴望改变眼前的一切 但他却面临着重重的阻力 看着眼前荒芜的大地 他的内心极具渴望力量 却依旧无能为力 这时的政府开来月梁的卡车 粮食的价钱更为便宜 母亲将钱尽数交给他 他手里攥在家中的希望 骑车奔向卡车 流年之中 每个人都在内心里渴望一件事情 活着 这时的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束缚 人们沦为野兽 为了粮食大打出手 父亲看着荒野中发生的一切 心中突然想起了家中的妻儿 而这时 家中也闯进了不速之客 流民们开始四处打劫 他们抢走了威廉家中赖以生存的全部粮食 而这时 外出买粮食的威廉 仍然在常常的队伍中等候着 人们喧嚣着 焦躁着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 活下去 人们很快便再也难以忍受排队的煎熬 他们冲进了仓库 而威廉也终于拿着手中的钱 换回了15斤粮食 仓库外依旧是无数疯狂的人民 手中的15斤粮食是家中最后的希望 威廉完成了这项任务 拿到粮食的人们在仓库外等候着 他们依旧需要面对最后的关卡 等到仓库大门打开时 他们需要面对蝗虫一般的灾面力抢夺 集中深知的威廉 从仓库旁破败的铁壁上仓皇逃离 手中的粮食只顾家人每天吃一顿饭 他们还必须决定吃哪一顿 姐姐逃离房间 但母亲将她紧紧搂在怀里 面对饥荒 姐姐埋怨着 父亲将他们抛弃在家里 面临被强暴 甚至杀害的风险 但母亲却说 那时父亲在想办法救他们 尽管失去了粮食 但母亲说 她愿意砍下手臂 喂食自己的孩子 母爱的伟大体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依旧耕耘着自己的土地 他心中依旧期待着神迹的出现 尽管一大家自人 每天只能吃一点点食物 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希望 父亲也依旧没有放弃开坑土地 他希望神明能够救赎他们 但威廉并没有打算 轻易地将自己交给神明 他想让自己的姐姐去借老师的法电机 他希望自己能够借用知识和科学 彻底打败所谓的天荒 丛林中的巫师死去了 留下落寞凄凉的身躯 等威廉回到家 更坏的消息如其而至 姐姐为了不拖累家里 和老师死奔了 但她留下了法电机 威廉看到后 如临奇迹 明里的母亲 依旧相信科学和知识 能够带他们走向曙光 她不相信神明 她认为自己是现代人 母亲对着校长讲 必须让威廉 借用学校的图书馆里的书 而威廉的风力发电的想法 终于能够正式开展起来 尽管俱乐部的朋友兴致寥寥 但还是有人帮助她 开始制作工具 风扇被如期做好 当转动的风扇带来了电力 使得收音机开始发电时 人群开始欢呼了 威廉拿着制作好的发电机 给父亲看 为了制作更大的风车驱动水泵 他需要父亲心爱的自行车 听到威廉要拆解自己的自行车 新郎的父亲愤怒不已 他眼里是整片的荒芜 他不相信儿子能够拯救人们 也不相信儿子的知识 父亲将威廉摔在地上 并要求威廉以后来参加更运 田耿里从此多了一个声音 但威廉依旧不愿放弃希望 俱乐部的人打算全部逃离这里 但威廉需要帮助 朋友们最后选择相信威廉 他们结队找到父亲 并且逼父亲交出自行车 愤怒的父亲拦住了想要拿车的人 朋友们落荒而逃 威廉失去了依托和支撑 而干旱依旧困扰着这片土地 人们依旧面临着死亡的风险 终于威廉的小狗首先没能坚持住而死去 威廉趴在地上 抚摸着自己最好的朋友 而这时母亲站在威廉身后 他对父亲说 自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失去了土地 失去了女儿 他不想再继续失去了 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父亲低下了头 脚踏车被拦腰折断 风车终于被高高地捡起 风轮缓缓转动 父亲的车轮也跟着缓缓转动 终于 水笨开始从地下抽出源源不断的水流 水是希望 而知识更是希望 是他浇灌了天地的干涸 浇灌出绿芽和神秘 父子双目对视 寒意两多 那是迷信对于知识的崇拜 是落后对于免力的敬仰 他们凭借着知识停过饥荒 而驱魔的舞者再次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威廉的事被传送的家喻户晓 他或许能够获得奖学金去往远方 这里已经是一片生机勃勃 正如父亲所说的那样 他将会带领威廉去向大学 贫穷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无知 知识能够带领威廉冲破贫穷 冲向远方 知识能让刀根火中的荒漠开出绿洲中的花朵 贫穷干旱肆虐的土地上 也只有知识能够带领人们走向未来 父亲名利 但并不明白知识 他知道防洪的树木一旦被砍发 久违的降水将成为灾难 这和为了眼前的利益迈出树木的村民形成对比 但尽管父亲日出而作 依旧避免不了失败的结果 正如母亲所说 他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在这个社会上 没有知识也是如此 无数人潜伏后期 但最后仍然是被他人剥削 最努力的人 便不是最成功的那个 而盲目的努力 往往是为了掩饰思想的贫瘠 知识能带领人们走向胜利 也是我们获取成功的最大机会 这部电影叫《遇风男孩》 我们下期再见